来自中博乡的消息 中博乡普出水缘分 要让这一元压队华农卖入第六年 今年以极合会金国 生态体检验纪录为主帝 已经在西拉亚国家风景区 中博乡业中心选择开炮 中博乡公所表示 普出水缘分压队 是一个有团形含有一个业务的华农 每一位客观都是一个一个经济 今年华农以牵插普新亚 营充六周年为主党 以牵插素描方式在北国新家 中华农一台团一台 今年极合一个新两点 收到结合营火虫的生态体验 之旅来基盘 也有营火虫 所以我们特地今年在 举办了两个提次 那一个是这个礼拜六 那另外一个提次是 下个礼拜六四月二十一 那我们特别选了在中轮 还有社口进行赏银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是一整天的 除了赏银 我们还带他们到石弄林场 去做一个生态的一个体验 那也带他们到西拉雅 中埔游客中心 来做这个编织竹编的一个体验 还有我们去东源总苗园区 做千餐还有翻土的一个体验 那行程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今年总共 这个活动总共有四个 不同层面的一个营队 那首先还是有在地 我们小六生非常喜欢的一个 毕业成长营 这算是我们送给 那个我们小六生的一个毕业礼物 那也借着这个活动 让他们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一个生态资源 那还有我们那个全国民众都非常喜爱的 亲子营 那我们很贴心的帮他们设计的 两个不一样的提次 有低年级的还有中高年级的 那不同的提次 当然就会是不同的体验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安排绿营牧场 还有红花猫来进行体验 让他们都可以来认识 我们中埔乡的这块土地 那这几年我们也办了一个总子营 那这个总子营主要就是招募 我们的乡内的一个青年军 我们希望未来这个青年军 就是我们乡内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可以来支援我们中埔乡 大大小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 也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乡内的一个 那个公共事务 在必经标时 阿西区来自中国国地的青子党 进行星台的青猪严队 分两带出和北部家里带的小朋友 做会提减星台 也拥行小朋友 关爱最主管的习惯 在四个国青年返家的 背份总子营 正在必经标时 这些学院未来都是中部的总子煎兵 在四个十四盒含四个二十一盒 几个火金锅一日游 行程内容包括 就能喝到的宝多星台 中卵含射口看火金锅 西拉雅中卜游客中心 东元总苗体验翻途和千叉乐趣 行程丰富醋比 离必经标时 这开放不苗的秒杀 身心空调红冬薄香 彩虹不得